那我们在发展事业的过程当中 又应该如何遵守原则 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你们好 你们早就到了 你们好 红莲老师 您也到了 对 好久不见 我觉得你越来越漂亮了 您是气色真的不错 对了 得飞要上架了 您知道吗 知道了 我等了好久了 是啊 我激动得不行了 因为我之前在韩国就体验过 特别好用 中国终于要上架了 对呀 我也是期待了好久 你和你的小伙伴通知了吗 是啊 我的伙伴都早就知道了 在线上一日研讨会 还有新品早知道 就提前看过 还发朋友圈了呢 对对对 现在公司线上一日研讨会 还有公司的公众号 这是太方便了 你提醒我了 我要上传一个朋友圈 再给他们看一下 对对对 就这样 然后加一个图片 你看这样怎么样 我觉得您稍等一下 你看这块写 就是用某某品牌 三分之一的价格 就可以拥有相同品质的护肤品 我觉得这样写不太好 因为公司强调过 不让我们和其他产品进行对比 那我就改成奢侈品品牌吧 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 还是在做对比 那这样吧 我就写比市场的价格更高 更低 品质更高 怎么样 觉得还是不太好 还是在做对比 这又什么样呢 这有什么问题呢 要不我们问一问他们 你们过来看一看 我们俩过来看一下 看看我这样写行不行 怎么样 你看这样写行不行 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吧 我觉得还行 但是又有一些不好说 要不这样吧 我们也先别自己判断了 我们今天在爱多美总部 我们就一起去找艾润问一下 艾润公司法务部的吗 对 好主意 好 咱们走吧 走吧 走 艾润你好 你好 你好 两位好 两位都是从事爱多美 有一段时间了吧 黄红莲老师之前是在 韩国注册的经销商 现在转到中国来了是吗 对 柳坤老师也是加入很久了 是之前刚开放中国市场的时候 就注册了经销商是吗 对 那两位平时在市场运营当中 关于执行原则中心 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 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那之前都是看艾润在线上 做的研讨会 包括涉及跨大宣传 还有商标保护 个人信息保护等 很多种不同的主题 是的 是的 我也是每期都看 我觉得这个板块 对我们经销商来说 特别的有帮助 能够让我们清晰的知道 在市场推广中 哪些能做 哪些不能做 所以说今天也感觉 特别的高兴 能和您有这种 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谢谢两位 那么想问一下 那两位是如何理解 我们公司的原则中心的呢 我个人觉得原则中心就是 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 不能夸大宣传 身边也有很多 因为夸大宣传导致的 严重后果的案例 是太多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 以正确的方式去推广产品 是的 对我心中的原则中心呢 就是要诚信经营 坚持呢 正善上略 不囤货 不夸大宣传 不诋毁他人 对 两位说的都很对 我在之前的线上培训呢 把原则中心分成了三个层面 第一原则中心最基本的部分 是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那另一方面呢 原则中心对经销商有更高的道德要求 那最终呢 原则中心在本质上 它是一种文化 两位呢 都提出来原则中心的 第一位的要求是手法经营 比如说经销商 有依法纳税的义务 并不得进行虚假宣传 和对顾客的信息 有保密的义务等等 对 Aaron 那今天呢 我们想跟你聊一下 就是推广产品的时候 我们会有很多种说法 但是都是自己的想法 所以不知道适合不适合 对 我也有同感 因为有时候觉得自己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往往可能就会涉及到了夸大宣传 所以说在实操中 到底有没有构成夸大宣传 我们很难去把握 明白明白 就是我讲过一些 比如说夸大用词 或者是不适当的做法 但是呢 在你们实际的工作中 你们还是有一些不确定的那个地方 是想知道答案和依据是什么 正确的做法又是什么 对 我这边就有一个有关医生菌的问题 就是我们给客户介绍的时候 比如说 经常在出差的时候 吃坏东西了 肚子疼 那我们就说吃一包 马上就舒服了 这样的话对吗 你们两个有没有觉得 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没有问题 可能稍微觉得夸张一点 但是这个符合我们正常说话的方式呀 嗯 对 我也觉得还好 因为确实自己也有过这种亲身的体验 觉得就是真实的分享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嗯 但是呢 这个对于医生菌的说法呢 是不合规的 嗯 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医生菌它不是药品 它不能来治疗肚子疼 包括这个肚子胀 胃疼和肚子不舒服等等 像这句话中说的是 肚子疼 吃一包马上就舒服了 这就有暗示医疗效果 嗯 所以说教给大家一个办法 比如说有些词汇啊 我们千万要避免使用 比如说一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或者说用了什么就怎么样 或者是消失 这些个表达一个立竿见影 立刻见效的一个效果的词语 一个呢 是因为这些词语呢 很容易让人觉得暗示 这个产品有医疗的效果 再就是有夸大宣传的嫌疑了 嗯 大家其实都知道 这个医生菌它的作用是 一直肠道均匀平衡 对 所以说呢 有些时候 比如说腹穴或者肚子疼 是由于肠道内的均匀 紊乱引起的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通过服用医生菌 来平衡这个肠道均匀 因此呢 这句话是不是可以改成 通过医生菌来缓解肚子不舒服 嗯 明白了 那我这里呢 也有一个问题啊 想和这个爱人请教一下 也是刚刚我们俩 一直很纠结的一个问题 嗯 诸所周知呢 咱们这个ZEFIM系列 就要上市了 对 很多小伙伴呢 也是期待已久 我们也想 就此进行宣传 我们能不能在宣传用语生 这样说啊 嗯 我们的产品比市场一般产品价格低 质量好 因为我记得您之前曾经提到过 不允许呢 拿我们的产品和其他同行的产品 去做对比 但是我觉得呢 在这里我们没有特定某一个对象 也没有呢侵犯到具体某一个公司的权利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呢 嗯 是的 其实你也提到过 我之前也讲过 啊 虚假宣传中有四个 啊 不正当的行为 包括产品的实验 啊 发布产品使用前后的一个对比 和与同行业 其他公司的产品对比 和引用一个 没有科学依据的这个统计资料和文摘等 这些个行为是法律禁止的 原因呢 都是相同的 是因为缺少科学的 或者说一个权威的依据 在你这句话中呢 对比的是市场上一般的产品 那有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呢 一般的产品的范围又是什么呢 而且呢 市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 所以你这个时间范围又是什么 啊 比如说之前有一个洗衣粉的广告 它是用两个盆来浸泡衣物 那一段时间后拿出之后发现 左边的衣物就比右边的白 然后揭示 左边呢 是使用了某个品牌的洗衣粉 嗯 对对对 有这个广告 而且是一个知名艺人也出演的呢 嗯 这个广告呢 也始终没有揭露 右边是使用了什么样的产品 但是已经足够让消费者认为 他们的产品有更强的竞争力 嗯 难怪之后就没有再看到这个广告 好像同类的广告也没有再看到过了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洗发水的广告 在使用前呢 头发是干枯毛躁 使用之后呢就又顺又亮 像缎子一样 嗯 是的 所以说啊 要进行产品的对比 是需要有足够的依据的 比如说 呃 一个香皂的广告是说使用了这个香皂洗锅手之后 在一段时间之内呢有一个异军的效果 这个是需要有实验室的数据的 啊那我能不能改为比市场同等价格的产品更优质呢 这也是不行的 因为呢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对商品做片面的宣传或者是对比 足够让公众误解的也可以认定为虚假宣传 而且这样做呢可能会损害同行业竞争者的商业信誉 商业声誉 其他品牌是可以提起反不中当竞争诉讼的 嗯 那看来以后真要特别注意了 我们要避免与不同品牌产品的对比了 是的 嗯 我记得您在说的这个四种不正当行为当中 嗯 有一种就是不可以对产品本身使用前后做对比 这也是一种对比吗 是的 这是同样也是不可以的 我这边也一直有疑问 为什么不能发布同样产品前后使用的比较呢 就比如说我们以前使用产品的时候 都是因为效果特别好 所以我们才给客户推荐的呀 那比如说我使用一个产品 我原来有痘痘 或者呢我皮肤特别的干 但是呢用完这个产品之后 我的痘痘没有了 或者我的皮肤滋润了 那我能不能说这个产品对我有作用呢 嗯 说产品有作用呢 它是不等于发布产品使用前后的对比 当然呢宣传产品有作用也是要看 这个是不是在产品发布的作用的范围之内 比如说你前面提到了一个去痘 那这个产品到底有没有这个去痘的功能呢 那再回到这个产品使用前后的对比的话题上来 你可以说这个产品使用了之后 对你的皮肤有所改善 但是不能发布一个你产品使用前之前 你皮肤状况是什么样的 并且和你使用后进行一个对比 哦 这种做法也是不对的 嗯 那又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化妆品和保健食品 对人体的改善呢 都是只能由专业的第三方 进行一个认证和验证之后才可以对外宣称 像化妆品呢 是可能会需要一个大量的人体实验的一个数据 而不是个别人涂一涂啊 就可以做出结论的 嗯 那这样的话就像刚才说的 我们不能发布产品使用前后的对比 嗯 但是我们可以把宣传这个产品的效果 嗯 那进行怎样的宣传效果呢 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的说明一下呀 对 好的 嗯 第一呢 你是可以宣称这个产品使用后的感受 当然呢 是对这个产品的真实的感受 不能是虚假度赚的 比如说使用之后呢 皮肤比以前更加水润了 改善了我皮肤干燥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 不能这个超过产品的功效 比如说像去痘啊 美白啊 去皱这些功能 是要看这个产品的说明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功效 第二呢 是不能把这个产品使用前的状态 和使用后的这个状况放在一起进行对比 比如说 常见的就是左边放一张啊 使用前的一张照片 右边的再放一张使用后的一张照片 当然了这个不包括一些彩妆的展示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展示这个口红或者是眼影的色彩和质地 我们会把涂抹前和涂抹后的照片放在一起 嗯 明白了 嗯 那我了解到公司现在目前针对市场上的一些违规行为 如这种夸大宣传 由咱们公司的合规部门在进行调查 合规部门呢调查属实以后 公司还要进行处罚是吗 嗯 是的 是的 随着公司销售的稳步发展 公司的各项制度 比如说成功系统或者是研讨会 领导人会议呢 也越来越稳定 那为了维护一个健康和公平的市场环境 我们的处罚制度也在健力健全 嗯 那公司对于虚假宣传有什么样的处罚呀 如果我们发现国内的经销商进行虚假宣传的 我们将会采取暂停业务资格三个月 停止计算服务费三个月 并且取消各类名誉资格12个月 包括不限于晋级表彰资格 感言分享资格 讲师资格 主持人资格等等 那如果虚假宣传被监管部门处罚 或者是媒体曝光 给公司的名誉造成了严重影响的 公司将直接终止经销商合同 并且注销会员号 哇 这触发力度还是挺大的 真的能感觉到公司对此是重拳出击 全力为我们经销商营造公平公正的经营环境 嗯 特别的感动 对 非常感谢 除了手法经营呢 原则中心对经销商还有更高的道德要求 要求经销商遵守诚实和善良的商业道德 对顾客介绍推翻货制度 不抢夺他人货源 不夸大个人的财富收入 审慎合理的订货 不可以超过购买能力或者是经销能力 进行盲目的囤货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经销商营业守则的要求 嗯 那最后呢 原则中心呢 还是公司的三大文化之一 大家还记得公司的三大文化吗 记得 原则中心文化 共同成长文化和分享的文化 是的 谢谢两位 之所以把原则中心制定为公司的三大文化之一 是因为它应当渗透在爱多美的方方面面 是我们相信爱多美能够成为百年企业的一个精神支柱 因为违反法律 违背道德 最后走向破产的公司呢 数不胜数 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哪家公司 因为严格遵守法律 坚持原则而破产的 是的 每一个爱多美的经销商呢 都是原则中心文化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将原则中心的文化种子传播到各个角落 对 我们一定会遵守原则中心文化 而且在我们的市场当中呢 进行倡导 对 爱多美经销商身份的一直是我的骄傲 我一定会以身作则坚持原则中心 相信两位以后 一定在市场上会影响越来越多的人 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一家遵守原则中心的公司 爱多美 好 谢谢两位参加今天的讨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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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